日本汽车又传出了出包的情况 马自达汽车在昨天宣布了 因为输油管有缺陷 要召回包括了日本国内 还有中国大陆在内 达9万辆的马自达3 台湾地区目前估计 可能有问题的车辆大约是7000台 但是不是要召回呢 马自达台湾代理商说 还需要进一步的检修调查 在台湾相当畅销的马自达3 现在也传出汽车零件有问题 将大动作召回 在交费者立场的话 也是会担心的 因为马三这个车子 目前在台湾来讲 卖得相当的好 那如果说今天马自达 发布这样的信息的话 当然也会担心 根据了解 这些汽车是在2006年1月 至2009年3月出厂 光是在日本和中国大陆 总共就有9万辆 台湾部分则是在2004年进口台湾 但目前已经停产 不过初步估计有7000辆车 可能会召回 主要原因就出在自动变速箱的油管 与散热器塑胶片产生干涉 因此有漏油的可能性 整对日本所在的 日本的一个马达水的车系 进行这个recall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车子主要是 它的一个变速箱油管 它会比较接近我们的一个 这个冷气散热的一个 一个塑胶片的旁边 所以在久的时候产生干涉 会影响到它的一个这个正常运作 那我们会进行这个部分 进行做一个检修的一个动作 台湾代理商表示 目前并没有传出意外的案例 但由于日本马自达总公司 已经接获两起抱怨客诉 对此代理商表示 将会进行有问题的部分 进行检修 中天新闻台北众的报道